关于气功修炼 无论出于何种初衷与目的 无论修行层次如何 一切修行无外乎从身心两方面或两者兼顾着手 我们的身体又名色报身 依照佛法的分类 气功应属色法范畴 因此佛法修正过程中完全可能包含气功的内容 但佛法始终以心法为根本 色法仅为辅助与受用 故佛门并不鼓励在不明心法意理的情况下 盲目练起 事实表明 过分沉迷色法不仅修行难至究竟 其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修行的关键在于修心 色身的转化仅是自然而然的副产品 不可本末倒置 除密法同样以心法为本外 佛门一般不强调练气 因此佛门将一切心外求法的修行统称为外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炼气功一定是外道 仅形式上皈依佛门 自认为修正佛法就一定是正道 修行的关键全在于心是否如法 若佛弟子修行过程中忽视心灵的自我救赎与超越 不明万法为实 同样可被视为外道 反之 一个炼气功者若通晓心法 弃合佛法和心意理 便是正道 可见 修行者的身份与所修法门并无直接的二元对立关系 本文旨在提醒炼气功的朋友真正理解和践行心法 如此方能最大限度避免走弯路 诚然 世俗生活中修习外道气功十分常见 只是往往可能过于贪恋色法 不明心法而误入歧途 偏执甚至走火入魔 然而 只要能及时醒悟 任何人都有正德菩提的可能 释迦蒙尼在世时也曾走过不少弯路 修炼过外道 故他在正德菩提后传授佛法时 特别强调 修行者应以修心为重 便是基于此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 中国大陆民间曾几度掀起气功热潮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 为伪气功和邪教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平心而论 真正的气功得到了政府与科学界的认可 除了一些打着气功旗号 招摇撞骗的伪气功师和邪教法师 大多数气功实践者都是良善之辈 中央电视台曾就气功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报道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也在报上发表谈话 指出 气功是挖掘人体潜能的科学 是开启人体生命科学之门的钥匙 近年来 主流科学界愈发意识到 现代社会在关注物质环境改善的同时 对精神环境与内在心灵的提升有所忽视 而气功在这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有目共睹 尽管当前科学理论上无法完全解释 气功与特异功能现象的实质 但它们的存在不容否认 例如 人们常说的气以及意念具有能量等现象 科学界推测可能与电磁波等现象有关 正是因为人类的认知有限而存在的奥秘无限 我们才需要持续研究探索 以更为科学的态度对待气功与特异功能 科学的本质在于求真 敢于接受检验 面对客观存在的事实 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实践与研究 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在中国 涉及气功领域的专业期刊 与组织机构颇为丰富 诸如中国气功科学 中国气功 气功报 气功等杂志 以及北京气功研究会 上海市气功康复协会 世界医学气功学会 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北戴河气功康复医院等机构 国家还专门制定了 关于气功在医学与体育应用 及管理的相关法规 国外对气功及特异功能的研究 最初以心灵研究 Psychical Research为名 后来广泛采用超心理学 Parapsychology这一术语 随着气功 特异功能现象的不断发现与证实 信众日渐增多 相关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果 然而遗憾的是 一些伪气功 敛财江湖骗子 乃至邪教组织趁势而生 造成鱼龙混杂 真伪难辨的局面 给气功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蒙上了阴影 无论如何 气功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 一颗瑰宝 科学界已对气功 做出了初步界定 气功是一种运用意识引导作用 对生命活动过程实施自我调节 自我控制 以提升生理素质与心理素质 开发智慧与潜能 使人健康长寿 智慧出众 身心得到彻底解放 实现得 智 体全面发展的生命科学 他对于推动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人类健康水平 汇集全人类 具有积极意义 被誉为科学巨拨的 钱学森曾言 气功所涉猎的问题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气功研究有望为我们找到一把 开启人体科学之门的钥匙 我们需要将人与生物 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摘自钱学森著作 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谈 有专家指出 气功中的入境状态 与国外心理学所称的松弛状态异曲同工 都能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如调养身心 延年益寿 激发潜能等 2001年7月20日 第三届国际肿瘤研究 优秀成果交流大会 在德国汉堡召开 由德国卡尔杜伊斯堡公益协会 与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联合主办 应大会主办方之邀 中国气功登上了国际抗癌的舞台 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 特别推荐我国著名气功 抗癌明星失踪术老先生 负得参加盛会 备受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因此 在反对邪教与伪气功的同时 我们不可以一杆子打死 误伤真正的气功与特异功能 犹如倒洗脚水时 不可连孩子一起泼出去 以佛法的视角来看 练习气功或进行气功研究 切记掺杂迷信色彩 一方面不可迷信气功的功效 另一方面要避免陷入宗教迷信的漩涡 练功效果有优劣 功力有深浅 故抗病治病的能力各不相同 我们不能过度迷信 执着于气功的作用 排斥一切医药与科学 尤其在遭遇急症时 应及时就医抢救 单纯依赖气功 往往延误病情 我们应以辩证 客观 实事求是的态度 科学审视气功问题 合理运用气功保健治病 使其更好地 更科学地服务于人类福祉 生病时 坚决拒绝药物治疗 无疑是在玩火自焚 一旦练气功 带上迷信色彩 甚至可能导致走火入魔 就好比某些邪教的歪理邪说鼓吹 你要真把自己当个练工人 就得有病不吃药 不打针 那叫宵夜 结果 许多信徒因此命丧皇权 我有个同学的母亲 就是如此离世 这显然与邪教口口声声宣称的 不执着自相矛盾 他们实际上对不执着执着的紧 鉴于很多人对气功的理解相当有限 有必要提醒大家 务必以清醒的头脑和科学态度对待练气功 所谓气机 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生命机能 换言之 人人皆有气 但有人误以为气是师父赐予的 实际上 在微观层面 气是一种微循环 因其微弱或未被充分调动 我们可能感觉不明显 此外 这些反应具有很强的个体差异 没有固定的模式或状态 每个人都能自行启动气机 如通过训练 进入静心状态 也可以由以启动气机的人帮助激发 但认识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更不可迷信外在因素 以免带来不良后果 为气功和邪教 同样要求信徒练功 打坐入镜 其功法的操作原理 与普通气功并无二致 邪教却将其美化为唯一高层次的法门 实际上 任何人只要愿意打坐入镜 都能有效调节身心 强身健体 抑制健脑 甚至开发出特异功能 从人体或生命科学角度看 人的生命和机体 本身就蕴含这些潜能 答案就在我们自身 人体本就具有这样的属性和机制 正如众生皆有佛性 一些邪教弟子身心的良好或神意状态 其实得益于练起功 遗憾的是 他们一直被蒙蔽 坚信是师父的功夫和传下的功法了得 真是天大的愚昧和迷信 比如邪教头目声称 能为弟子们安装一个法轮 这个法轮是宇宙的缩影 是有生命的 能旋转的东西 据说 确有弟子真切感受到 法轮在体内旋转不止 这种情况 除了可能源于过于执着而产生的幻觉 幻觉本身就是一种走火入魔外 从气功理论来看 是任何练气功者都可能遇到的现象 即气机被启动了 无论哪个流派的气功 只要休息者长时间打坐入镜 气机就会启动 会感觉到气的存在 气自然会在体内自发流动 旋转 有时也可通过心理暗示或意念 引导其方向和走势 这本是正常的生命潜能开发 符合人体科学 是炼气功时常见的 极其普通的客观现象 但在邪教头目那里 却被包装成 它独创发明的法轮 实在滑稽至极 同时我要提醒大家 即使出现这种自然现象 也要淡然触之 不执着 顺其自然 尽量避免在心中对气产生分别和思维 否则极易走火入魔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精神疾病 开个小玩笑 任何人只要愿意做个实验 静坐片刻 人人瞬间都能拥有法轮 这法轮究竟是何方神圣 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气机被启动了 由于邪教同样要求弟子打坐练功 长期入境后 有些人自然会启动气机 感知到气在体内流动或旋转 遗憾的是 他们执迷于这是师父安装的法轮 注意力完全聚焦于法轮 久而久之 难免有人走火入魔 迷失本性 比如身心状态欠佳时 气流动或旋转的感觉减弱 一些弟子竟以为法轮变形或消失 甚至有人剖腹寻找 那个子虚乌有的法轮 无论是科学研究 还是练气功 过度沉溺或受限于人体六根 六成所捕捉的信息都是不妥的 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阳光呈白色 其实它包含了七种颜色 超声波 次声波虽超出人耳听力范围 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 无论是科技进步 还是人体潜能的开发 我们都会发现六根 六成往往停留在事物表面 仅在特定常规范围内发挥作用 如耳朵听字 手摸字 意念遗物等特异功能 当然也有作假者 在佛学中被称为六根互用 六根互动 这意味着原本只能有眼睛完成的功能 也可能有耳朵 手来完成 原本只能用手完成的任务 也可能通过意念达成 当生命潜力被开发时 六根确实可以互用 互动 在气功界 这类现象司空见惯 科学界对此类特异功能 也早有定论 有些炼气功的朋友 对六根互动 互用的道理 一知半解 其实 某些幻觉反应 正是六根互动 互用过程中 产生的负面结果 当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 过于执着 沉浸于某一事物时 这种心理或思绪 便可能在听觉 视觉等感官上产生幻象 六根皆可能受影响 这就是心念所化的幻觉 然而 有些人误以为 这是真实反应 特别是精神病患者 对此深信不疑 医学上有一种 名为异病的病症 其原理与此相似 一些邪教弟子 整日痴迷于他们的师父 在幻觉状态下 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师父 法轮等景象 或听到师父 向他们说法 甚至在身体上 产生真切的触感 就像梦中被刀砍 我们也会感到疼痛 其实是心念意识 转化为触觉 由一根传导至身根 从理论上讲 这无非是六根互用 或六根互动的表现 脊眼 耳 鼻 舌 身 意着六根各自的功能 出现病态的紊乱 混淆 遗憾的是 一些炼功者 未能识别这种混乱或错误 以幻为真 过度执着妄想 严重时 自然会导致所谓的走火入魔 佛门常言万法为实 换言之 我们有情生命的本质 在于心物一元 这个心物一元理念 不知让多少人的认知 陷入混乱 人们心中各有各的上帝 各有各的神迹 各执己见 坚称只有自家的上帝 才灵验 别人的都不对 不行 认定自家这一款 才是唯一正确的 灵验的 于是 千百年来 人们在概念名相上 争执不休 实则是口舌之争 皆为心物一元现象的体现 都是真如作用的结果 所以 大家都有道理 却又都不全面 无论哪位师父 哪位圣贤 哪种宗教 无意不是建立在信之上 信的深切 效果显著 其本质仍是心物一元 世界法性本就如此 我们的自信 本就清静圆满 并不一定要依附佛 真主 上帝或师父 这类语境形式 或概念名相才灵验 才准确无误 当我们从根本上理解 并体悟这一点 无论信仰什么 都不会再有迷信与盲从 自然也不会走火入魔 当我们对真 善 美的一切 无论称之为神仙 师父 上帝 还是佛菩萨 产生信心时 自然会与其相应 平庸的师父 或许能培养出 卓越的徒弟 这正是因为 徒弟的信仰 比师父更坚定 付出的努力 比师父更多 比如 有人患病 或遭遇困境 若能全心全意 信赖师父 专注祈祷 或许真能化险为夷 尤其是在入境 或冥想状态下 但这并非全然仰赖 师父的功德 或功能 而是我们 将师父视为 美好吉祥的化身 在无形中 与好的信息场 能量场 建立了连接 自然就能趋及避凶 从根本上讲 没有人真正救我们 帮我们 关键在于 我们自己的信心 与美好心性 开个玩笑 假如我们对一个疯子 怀有对师父 或佛菩萨般的信心 用心观想 祈祷他 同样会产生效果 而且内心越宁静 纯净 效果越显著 因为一切都是外在助力 关键在于 我们自身的心实状态 如果我们打不开 自己的心扉 师父帮不了我们 佛也无法度化我们 那位无所不能的上帝 也对我们束手无策 为何有些人出现幻觉 而不自知呢 正是因为幻觉出现时 我们难以辨识 往往坚信不移地认为 那是真实状况 若能识别为幻觉 自然就没有所谓幻觉之说了 打坐入镜时 总会产生各种项 当心灵相对平静时 八时中潜藏的大量信息 有时甚至是生生世世的记忆 会在六根上产生各种反应 八时宛如一个记录了 所有信息与程序的电脑芯片 任何可能性都可能出现 因此 我建议修炼器工的朋友 时刻谨记佛门金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论真假 我们都不应对 色身六根互动时的 各种表象反应过于执着 因为我们智慧有限 往往难以辨别 领悟他们的真伪与因缘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只是自以为是 想当然地做出判断 因此 佛门教导修行者 面对任何境界与状态 都要做到不做圣洁 不求圣正 这并非让我们断然否定 这些中间境界与状态 空性与现象并非对立 空有相容 只是提醒我们 认识到一切事物并无自性 法性为空 皆是真如的用于显 心不清静 则有实生相 修行的根本目标 在于彻底转时成智 是非并不在于事物表象 而在于心的不离不住 即心既不被污染 也不逃避 如此而已 总而言之 对六根的反应 不必过于在意 更切记自我心理暗示 无论好相 还是恶相 均应一视同仁 训练自己不起欢喜或厌恶之心 将一切相视为自性的一种客观显现 保持不离不住的心态 既不必刻意迎合 也不必心生逃避 只需觉知回归 如继续守丹田或观象等 一切如同咽过湖面 来去自如 不必产生额外的念头 如此 自然不会走火入魔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平心而论 自从我学佛以来 也亲历过一些神圣叨叨的事情 炼器功哲所经历的神奇 现象我也见识过不少 如见光闻香 治病见身等 其实并无稀奇之处 生命本就如此奇妙 人本身就具备这些潜能 通过休息入境 自然能感应到一些特殊状态 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不以为奇 我的态度是 既不否定 也不执着 因为这些并非智慧与觉悟的正德 不过是开启了一点 人本有的潜能而已 单就人体生命科学而言 人体及小宇宙 一切皆可自己自足 我曾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 背部有三处脊椎压缩性骨折 当时误以为只是软组织挫伤 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甚至没有卧床休息 仅依靠静心修炼 一个月后 背部依然剧痛男人 去医院拍片 才发现骨折 医生要求我立即佩戴支架握硬板床 至少三个月 我心想 既然已经耽误了治疗 索性放手一搏 于是回家后 仍未采取任何治疗 只是更加专注于静心修炼 不久竟然奇迹般痊愈 此后几年 每当患重感冒或腹泻 几乎不做任何治疗 并非故意为之 纯粹为了做个试验 仅靠静心修炼 便能康复 有一段时间 我几乎无所顾忌 当然 此处不包括道德沦丧的行为 比如重感冒期间 仍故意食用大量肌肉 狗肉 却安然无恙 当然 各位不必效仿我的冒险行为 凡事需量力而行 医学与入境 在本质上 都是纠正不良状态的手段 二者并不矛盾 无需偏废 或直取任何一方 练功过程中 幻觉或接收到 不同空间信息的现象 屡见不鲜 往往真假难辨 迷信思想严重的人 往往处理不到 有的人可能看到黑气 鬼怪 或听到他人说话 闻到怪味 或梦见坠入深渊 闯入地府等 进而产生恐惧 厌恶情绪 试图强行压制或排除 结果却适得其反 恶性幻觉 梦境反而如影随形 痛苦不堪 另一些人则 可能看到光环 花海 仙境 神仙 佛菩萨 师父 或听到美妙音乐 闻到富裕花香 练功时 感觉自己变得高大无比 甚至变身成佛 于是心生欢喜 刻意追求 以为自己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境界或修为 一旦这些现象消失 又会纠结于其原因 最终导致神智错乱 后果堪忧 此类情况 皆可归为走火入魔 揪其根源 皆是迷信思想作祟 若能摒弃迷信思想 深入理解万法为实之理 自然不会偏离正轨 邪教与伪气功的危害性 不容小觑 信徒们时而迷信 师父无所不能 高高在上 是最大佛 时而又笃信 自己身上装有法轮 身心完全受师父或法轮操控 如此执迷不悟 练气功 岂有不走火入魔之理 练气功应保持心平气和 顺其自然 放下攀缘与执着 细查之下 邪教或伪气功师炮制的所谓高层次功法 一是偷梁换柱 挪用佛家 道家 基督教等名词概念 二是利用人体打坐入镜 可以启动契机 甚至由此引发一些超常规的异象 具有治病强身 开发智慧潜能等特性 凭借这两层光环 它们自然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热衷炼气功的朋友务必警醒 炼功应以常会与明心为根本 切勿沉迷于色法与神意 须知心法与色法本是一体两用 只有领悟心法 色法的提升才会突飞猛进 否则 很容易在低层次状态中 徘徊不前 甚至误入歧途